哈哈哈哈哈哈 今世做做港人 死了我都要做香港鬼 帶來雲香港十九區 尋找香港鬼 仙人卡 港人講鬼 仙人的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第四節回來 不要緊 今晚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不斷斬那些 你和八尺高 要談判一下 對呀 要聊天 你覺得今晚我像一個驅魔人 快點 驅魔 你找這些東西 講完那個 那個怎樣 之後怎樣 之後我就相信這個世界有報應 怎樣報應呢 他以為沒事的 我的朋友是貪玩 你怕什麼呀 你擺完 我昨天都沒有 都沒有見到 恭喜你 然後回學 一起上課堂的 那個人 不知道為何出現了特別的意外 特別部位出現了特別的意外 就是他拉褲子的時候 不知道為何一拉 他包皮過場 又夾中了 哎呀 問題是他拉上來那一刻 夾中了 你知不知道拉上來 繼續黑代表什麼 即是要拉下去 他拉多一下 那一刻 還有我親手幫他拉 還有一個最好的朋友 一拉我 嘩 真是畢生難忘的血 即是教訓你 不要到處去 就這樣 即是這個世界的事情報應不爽 即是你 即是那樣就是那樣的 即是你為你蛤尿 即是有時 即是要聽人家說的 不要以為沒事 是嗎 是啊 我懷疑過他真的囂張 是 所以你明白嗎 要懲罰一下他 懲罰他 他完全沒有協議 又不知道自己包皮過場 是的 這個不認識而已 未認識而已 到現在我都在笑著他 不過現在都不回大陸 就沒有機會笑他 如果大家 如果有機會下來香港 我一定會放在Facebook 給大家看看 嘩 你的老友都算是這樣的 Macky 那你 你今晚說了幾個 對 Macky你見到 三四個 你見到負責 是啊 那 你追回來的 正經 他今晚 一會兒你不要去廁所 小心 是的 你都好像未去 是甚麼 這麼大人 我包皮正常 不是那一場 不要包皮 正經一點 麻煩 不是 真的 Macky 還有沒有 類似 這些那麼驚嚇 有 因為我們明說到 執骨 有一個小朋友 中學女生 中學生 女生 學校去旅行 通常去郊外 BBQ 燒東西吃 對 燒東西吃 玩捉衣欣 捉衣欣 捉衣欣 去到的時候 一班 幾個堂室一咕一咕 有些燒東西吃 有些玩捉衣欣 不是那麼開心的 對 一班 整班 然後 話說 有個女生 跟她一個朋友 玩捉衣欣 捉衣欣 對 跑啊跑啊 突然之有個女生 就卡住 那些東西 那個硬 金塔 金塔 那個小朋友 不知道是甚麼 可能她 從小到大香港 沒有見過那樣東西 可能只有郊外才有 她不知道 那些金塔 她好像用花盆倒轉 對 她以為沒有甚麼 可能她以為花盆之類 她還沒有理會 這樣繼續玩 跟小朋友 好 玩完 回到家 她整個人變了 她是本來 一個很開心 很活潑 一個經常笑的女生 但那天去完旅行回來之後 她的家人覺得她有點不妥 她好像不出聲 她很安靜 然後那個家人可能覺得 可能你累 這樣 玩得太爽 睡覺 沒有理會她 好了 持續了兩三天 那個女生也是這樣 但是她一陣子還開始來了 她的神情開始很凶惡 開始凶惡 而不是呆 而是凶惡 然後家人開始害怕 她說甚麼事 你不出聲 然後那個家人覺得她有點不妥 又是找周圍問朋友 但她飲食那些是正常的 不正常 都是不吃東西 都是不吃東西 不吃東西 變得很兇惡 整個人完全是性格反 對 性格反常 然後她家人問她同學 發生甚麼事 那天去完旅行回來 就變成這樣 然後那些同學都不知道 大家都很開心 玩得是吧 後來她就找些 好了 她就可能上網看 看看會否有甚麼靈異發生 即同女案件 她就找到 然後請了一個大師回來 又大師 又是 在網上找嗎 不知道 不知道她在哪裡找到 總之請了一個 可以驅走靈體的一個師傅回來 幫她看她的女兒 然後那個大師就跟她說 哇 幸好你找到我的祖 否則你的女兒就很快就沒命了 那天她就寫了一道符 貼在那個女生後面 當然貼的時候也有一場打斗 即她一定不讓她貼很兇惡 因為那個女生已經很兇惡 已經掙扎 打她 即是有一場打斗 才貼到她後面 貼完之後 她立刻躺在那裡 暈倒了 嗯 好了 好了 睡了大概兩三個小時 到了漫刻 大概十一點半鐘左右 那女生醒了 醒了之後沒事 變回一個很開心 即又變回正常 對正常一個女生 她就問媽媽 嗯 我好像很餓很久 我吃過東西 這樣 為什麼我睡了那麼久 她媽媽可能不想讓她知道這件事 就跟她說 沒有 你今天可能去完回來 即是騙她 說今天去完旅行回來 這樣 就說你睡了很久 不如我們現在出去吃東西 那女生很開心 很開心 好 我們去吃東西 去吃宵夜 那女生回房換衣 怎樣才回房換衣 吃梳頭的時候 她看到後面有一道符 她撕了 是否出事 然後她撕了 她走出去問她媽媽 媽媽為什麼會有一道符在後面 然後她媽媽再去看一小時 那位大師跟她說 你十二點之前都不可以撕到符下來 是 否則你女生今天就不會起毒 這樣 這樣 那撕了 撕了 她媽媽再看一小時 只剩15分鐘 她又不知怎樣跟女生解釋 然後 沒有 她就是不害怕女生害怕 她沒有說到 然後 可能是擾讓了 可能那15分鐘就不知怎樣過了 然後那個女生就即場嘔血 死了 蛤 死了 死了 即場嘔血 那還說是 因為那個女生 即是那個鬼魂 就跟家人說 你女生那天踢到我 沒有一句對不起都沒有說 就走了 她很生氣 就上了她身 這樣 這麼小器 人有情鬼無異 鬼? 對 她說你無緣無故騷擾到我 你一句對不起都沒有 我相信八色公不會那麼小器 很難說 你今晚斬了很多次 不是 那個師傅幫你貼一條符 是李大哥 你拔回去 不行的 一定會死 即是她說一定要過了10點鐘 才可以 誰知道 可能太開心得太快 她家人都忘記了 她貼了起來 天意不像 她真的沒有辦法 她是要帶走個小女兒 可能那個靈體真的太惡 人家練那時才是落法 你怎知道有沒有寫負膽 你亂拔 因為她掙扎了一段時間才可以貼下去 是 不是馬上貼下去 你貼和他貼是兩件事 可能師傅貼之前可能會練咒語 那一刻真是丟起得人的 沒想到 會影響到這件事 即是那個媽媽很自責 為何只剩下十多分鐘 她都救不到 她可能 你踢到那個金塔 已經積聚了很多怨氣 難得你過來 借一些椅子就搞你了 你別以為是很小事 始終那個金塔都在郊外 可能沒有人打你過 很多人沒有人打你過她 她已經過得很遠 為何沒有人探望我 可能死得不明不明 只不過剛好有人幫我撿了 很多年後 突然有人騷擾她 你剛好走過還不找你 可能 無心 正常人見到就避開 不會踢到 你剛好是你的 有時候小朋友不認識 那些東西未見過 同時你拜生 始終是見到一個石像 在那裡 什麼什麼什麼 有一個照片 你不會見到一個塔 那些金塔是比較特別的 還有那些沒有辦法的 可能那個小女兒的受緣盡了 她也不容易搞到你 我也試過走夜山 就走村龍 大墓山那邊 有知不知道 晚上真的很大墓 然後整班人 已經走了一天一夜 不是走了半天 我們在金山那裡 有先 很害怕 我們在金山那裡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成文書堂 這樣繞過去 晚上就去曬木山 算了不走 因為太多墓 看不見路 對 看不見路 那就扎營 在那裡睡 吃東西 玩 然後一起來 原來就在我 就在先人那裡 我們在那裡睡 原來那裡是個墓 你們晚上見不到的 見不到 哇 整班人在那裡玩 在那裡坐 其實 沒有了就大 可能包容 不知道怎樣 就沒有什麼事 但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香港那些 始終都有一段 每年都有人拜祭他們 可能他們都會 沒有那麼積怨 他是沒有人拜祭那些墓 沒有的 荒廢在那裡 是烏墓 如果有人拜祭 都靚靚的 我們真的不會那麼熟 那是怎樣 一年一次 看下去 整個小三幽 那是這樣的地方 那是很累 你真是你真是你 那時候 我就來睡 然後醒來 清晰 我的朋友還在叫 哇 醫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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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什麼 打劫嗎 不是 看啊 還好運 沒搞你 那個墓 是石屎 剝落 怎樣都有浸精泥 掃回去 嗯 是吧 不過說實話 有很多泥 是我們華人的那些 那些墓墓 都是特別恐怖 是 西式那些挺漂亮 有花 有些平 很漂亮 很漂亮 玻璃 打掃得很乾淨 是中國人的那些 特別恐怖 驚嚇一點點 其實墓墓 墓是墓 墓就是拱起的那些東西 拱起的就是墓 墓起的就是墓 墓起的那個形狀叫墓 墓 墓一定是墓的 墓就是修飾過 有墓 墓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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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墓 墓墓 墓是墓 墓是墓 墓 墓就是墓了墓 墓和墓 墓 墓就是墓 墓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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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討論過 Race 歷史那個 不是現在那個 今天下午 Maki 上初我在Facebook PM她 Shoot 的指 你多不多了 我要說 兩個 兩個 更是等了半是 誰知現在是講足 可能小豪你真的要檢點一下 不關事我覺得Maggie太美女了 嘩 你看 有手 變成綠 真的有個默契 不用怕的 沒什麼的 遲些我會在泰山上說八尺高的來龍去默 我找了泰國著名的塔羅斯 跟他聊天過 其實我們八尺高是善意的 善意來的 可能今晚見到Maggie 真的 是嗎 叮一聲 乖乖的今晚繼續在這裡 不要跟我報警 多一點反應 你知道 男人來 有反應是正常的 是 不要緊 八尺高我幫你拿電話 今晚也很感謝 很感謝Maggie上來 有空有你可以再上來 好啊 好啊 沒有問題 今晚我們加上OK 給我一點反應 一 我就再請他上來 是嗎 我們今晚也有廣播劇 廣播劇我們一定要播 這陣子已經寫到手軟了 辛苦先人 今晚那個沒什麼研發了 我發覺他要洗心革面 寫一些正經 我想在Google上寫一個一年再認識的 靈異 即是說一個人 由一個普通人 如何去 入了靈異 然後再學發的長篇故事 也好啊 哇 你看 心路歷程 說完了 哇 哇 多謝 這個人很少見 這個肯定是八尺高 是的 我們下次再請Maggie再上來 你看看你 是的 這些真的沒見過 不知道是什麼人 不是什麼人 人家在看不講不打字 專心在聽 其實 Chap Room有時不多人說話 代表 今晚的資料OK 在留心聽不空 搞搞賺 不像你一樣 是的 我其實還有很多資料 是的 我們下次繼續說 聽完 大家聽完 我聽完很多 很辛苦 我們聽完我講破劇才會很舒服 我們有講破劇 下個星期Carmen就回來 下個星期100集 好 多謝大家 多謝Maggie 多謝Maggie 我們去喝湯 我們去喝湯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阿明從事飲食業 他的職位是一位樓閘 即是什麼塵都要做 由於他住天水圍 但做夜間酒樓就在銅鑼灣 阿明又不喜歡搭汽車 所以他每天發在交通上的時間 要三個小時 同事問他 為什麼是都要搭巴士呢 阿明說他單身又不用趕著回家去教人 看他有得睡一覺補一下中和 由總站坐到總站又不怕 忘記下車 都不知多好 由於阿明做的那間酒樓 是擺酒宴會的專門店 辦客人整天擺酒 當演唱會般來搞 所以下班經常收得很晚 要他很多時都要講尾班車 講不到尾班車就要搭通宵巴士 那些車費就會很貴 今晚阿明收工收得遲 一出門口就馬上趕去追巴士 怎知跑到巴士站 尾班車已經開咎了 要等通宵巴 還等了一個半小時才會有車 阿明就走到一面想著煲煙 怎知話口未完 就見到有另一輛巴士駛入總站 阿明心想 難道我記錯 尾班車還未開嗎 但巴士一停下來 打開車門就上下了 好像很趕時間那樣 阿明心想不理得那麼多了 最緊要快點回到家 重溫得知話 這期雖然沒錢那麼中 但又經常無情白事偷柴 唯有用另類的滅貨方法 如果不是一天硬梗梳地逛街 就煩死人了 跟著 阿明就趕快上了車 仆街 一想起可樂 自己又硬過鐵了 哎呦哎呦 不知道是不是血都下了 胸口拿著拿著 阿明不理心口有點煙悶 他拍完百達通之後 阿明想問問司機這班是否尾班車 那司機好像聽不到他說話那樣 一點反應都沒有 阿明見過司機不搭他 就想上層算數 由於是尾班車 留上很多空位 阿明平時都喜歡坐在中間那排 看他前後都看到 看女兒最方便 阿明坐下一會 就拿個手機出來上網 重溫先人夜話 趁巴士上層沒有人 一會說不定 他對老仙打J 啊Sorry 應該是J 卡文之珍 怎知練不到線 阿明就在發怒騷了 7月餘蘭節都這麼多人擺走 都不知有沒有搞錯 搞到我還以為趕不到這班車 都不知是否尾班車有運行 問過司機又不回答 當我透明 現在又上不到網 難道上到車是黑仔 不是有運行 當阿明在自己發怒騷自願自語的時候 巴士經過了幾個站 又上多了10個乘客 巴士跟著準備過海 又再有幾個客人上來找位坐 阿明見到有個女生 向著他那邊走過去 咦 那個女生 怎麼走過來啊 大把位不坐 想坐我旁邊 哇 他真是走過來啊 那女生真是走過去阿明旁邊坐下了 明明前兩排 後兩排都沒有人坐 但那個女生就好像見不到阿明那樣 坐下就玩起電話上來了 好像完全不覺得阿明坐在那樣 那女生坐了一陣 望下地下 就走了去後兩排位坐了 唉 還以為有傻女坐過來 怎麼知道這麼快就走了 咦 剛才她幹嘛看著地下呢 嘩 屌你老母 原來有人倒捨可樂 唉 為什麼剛才我不覺得呢 頂 還黏黏黏 怪不得她不坐了 我都轉個位先 阿明起床 走後兩排 就坐在剛才的女生後面 阿明一坐下 巴士就開始入西水 走了一陣 巴士上層的燈 閃一下閃一下 非常詭異 但是阿明見到上層的乘客 一點反應都沒有 好像沒事那樣 搞什麼呀 那些燈是這麼閃的 不是好像那套港格雄雲 那些氣感呀 不要嚇我呀 這架是巴士 不是小巴呀 但是為什麼那些人 一點反應都沒有呢 那些根不斷閃 閃到眼都花 為什麼那些傻丫頭 連一粒聲都不出呢 還有為什麼巴士 是這麼靜的 就在阿明 胡思亂想的時候 阿明突然眼前一刻 好像暈了一樣 失去了這個 過了大約三十秒後 阿明就醒了 現在巴士已經穿過西水 往荃灣方向西去 那巴士的燈 又正常回 咦 那些燈又正常回 搞什麼呢 我剛才好像暈了一陣 咦 不是我眼花 為什麼好像多了一些人 都不停站 又不見有人上來 咦 這個剛才那位美女 坐在旁邊 都是坐了個男人的 剛才明明大部份人 都是一個人坐過 為什麼現在變了兩個人呢 嘩 不能是因為今天是 七月如蘭節嗎 難道真的這麼晚 剛才上來的那個 難道 不一定是人來的 阿明越想越害怕 而阿明因為太害怕了 沒有留意到巴士外面的情況 整個三號鋼鐵 只是停下他這輛巴士在走 其他車就一輛都沒有 就算是凌晨深夜 也不可能是這樣吧 而阿明害怕了一陣 終於又定過神了 望著多了出來的乘客 他發覺為什麼 他們一點顏色都無清一色 穿黑色衣服 那些款還要怪怪的 至於怎樣怪的 他又不太記得 啊 為什麼不記得呢 又真是奇怪 大把胸位不坐 要坐人家旁邊 等我John啊後面 看看有沒有一些乞丐人 當阿明偷偷的念頭 看他後面一看 真是不看油紙 一看就嚇到阿明整個人呆了 立刻整個人縮了下椅底 阿明看見後排乘客 跟一班黑衣人坐 乘客頭頂好像一陣黑氣慢慢升起 樣子都死灰的顏色 而他們身邊的黑衣人 原來整個樣子都是慘白色 正確來說應該是眼、耳、口、鼻、唇、面 面、頭髮全部都是白色 看上去好像看不到樣子 糟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黑衣人 慢著 這次很糟糕了 難道那些是傳說中的歐魂試者 架車有沒有鬼佬 為什麼不是黑白無常的 難道那些傳說老作 還是這班是時裝版呢 就在阿明畫師不得其解的時候 巴士已經準備進入大欄隧道 這個時候巴士的燈又開始閃 這次還閃得很緊要 幾乎好像沒有光一樣 阿明撞起膽子 爬起來到處裝一下 看到那幫黑衣人 用手搭著身邊乘客的肩膀 而乘客除了頭上有黑氣 現在連額頭都黑了 那樣真是好恐怖 而整個車廂開始有曬白色的霧 那霧更越來越濃 為什麼每次進隧道 巴士的燈都會這樣 那些黑衣人好像怕身邊的乘客走了 這次車廂還有霧 不是拍戲呀 這麼恐怖的 幸好快出隧道 車廂裡面的霧已經濃到什麼都看不到 好了 而阿明身邊突然傳來一聲 有什麼好看呀 嚇到阿明立刻縮回到椅底 而這個時候 巴士已經穿過了瀨嵐隧道 奇怪的是 一出隧道 白霧就沒有了 阿明不理會這麼多 立刻爬起來 看看發生什麼事 咦 為什麼沒有人了呢 那些乘客和黑衣人呢 去了哪裡呀 嘩 為什麼在巴士後面 一架車都沒有那麼恐怖的 我不是進了二度空間嗎 一會兒不理會了 這麼邪 在隧道口第一個站就下車了 在錦上路轉得試啦 下定樓下先 阿明落到樓下一看 整個客人都傻傻 樓下都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阿明不理會三七日一 一到鐘下車了 怎知道巴士根本就不賣站 直接就去元朗方向駛過去了 而阿明大聲喊 有樂 司機都不理會他 阿明衝過去 想走過去 跟司機理論 怎知道司機周圍 好像有道氣場擋住他 阿明怎麼都走不到過去 他越來越害怕 巴士就越走越快 根本就不是走回本身的路線 居然 不用一會 就已經到了總站 阿明一到了總站 在車門一打開的時候 他就扑倒地下車 最恐怖的是 司機居然跟他揮手說bye bye 阿明再看真點 原來司機跟黑衣人一樣 整個臉和五官都是白色的 阿明頭也不敢回 一支箭就飆回家 就在阿明出了升降 走到回門口的時候 他聽到電視報告新聞 還很大聲 嘩 阿媽搞甚麼 開到電視那麼大聲 讓我不開門再聽聽聽 新聞報道 今晚凌晨1時30分 西區海底隧道向九龍方向發生嚴重車禍 一輛開往天水圍 D7689線巴士 因為閃避不及 將幾個貪一時之快 在隧道口環過馬路的被各人撞死 再撞向路邊石等 導致巴士失控全車反轉四輪潮天 令到巴士內二十多名乘客連動司機 全部新受重傷 因為巴士上層乘客 多數因車禍向前撞向車門 玻璃穿窗而出 散滿一地 隧道公司因此 為大量商者需要救援 而封鎖全條西區海底隧道低行線 導致交通全面癱瘓 至今尚未恢復通車 哦 原來西瑞炒了巴士 難怪剛才我一架車都見不到了 咦 慢著 D7689 就是剛才我錯過的 架車反炒到反肚 為什麼我沒什麼事 就在阿明想爆頭想爆頭 都想不明白的時候 突然他身後面有把很難摸的聲音響起 誰說你知道沒事的 嘩 你是誰啊 你沒事啊 不認識我 你都認得我頂一件發財沒有吧 你找我做什麼 帶你走啊 慢病 死了都不知道 我真的死了 那為什麼之前 接走了那些是穿黑衣的 人家信教的 那幫車專是被他們命中注定要坐上去的 慢病 見車就上 那我豈不是死得好不抵 夾錯班車就沒命啊 唉 鬼叫你個肉身根本來都沒上到車 個魂魄死都不吃得要衝上去 等我找了你多久啊 那我怎麼死的 走啊 沒時間啦 下到去你就知道的啦 黑白無常 趕完就一人一面這樣隔著阿明 轉到地上消失了 好 好 大家好 陳爆新聞提要 昨晚一名年約30歲的男子 在趕乘達尾班車途中 懷疑因為急性性衝動引發的心臟病 而不知雲島 救傷車趕到現場經一輪搶救之後 郭明男子不知身亡 看完了嗎 還沒有 是不是覺得不夠後呢 因為你沒有付錢訂閱嘛 如果你付了錢訂閱 就可以無限重溫 還有可以聽我們的廣播劇 就是了 有很多精彩的東西 記得上www.lojok.com 訂閱啦 記得快點啦